大家好,西红柿豆腐汤怎么做起来又营养又顺滑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做法 现在我们来给这个番茄改一下刀 等一下好去皮 现在我们把热水淡去 把番茄烫个一两分钟 压更好的去皮 稍微给它冻一下 翻个面让它受热均匀一点 我们把那个头去掉 切成一两厘米的小段 现在我们把它装盘备用 先给它切 切成一小块 再切成一小段 现在我们把豆腐装盘备用 然后我们来打两个鸡蛋 我们来搅拌均匀 先来切点香菜备用 切成两厘米的小段 放到碗里 没用 现在我们的番茄已经泡好了 可以明显的看得出它已经有点开裂了 但它不是完全熟的 现在我们剥起来就很轻松 现在我们给它切成小块 我们给它切成小块 把番茄装盘备用 起锅烧水 把水烧开 然后下入我们的海鲜菇 把它炒腥味给去除掉 现在炒好水捞出 起锅烧油 锅烧热 大火炒出汁水 炒好之后炒出汁水 我们可以下入水 现在我们下入我们切好的海鲜菇 还有我们的豆腐 稍微轻轻动一下 不要太用力 不然豆腐会碎 现在我们给它下个底味 两勺盐 一点点胡椒粉 增香提鲜 然后给它轻轻动一下 我们的海鲜菇很鲜 很鲜甜 所以我们不用加什么鸡精味精之类的东西 现在水开了 我们给它关小火 倒下我们的芡汁 然后再把火打开 轻微给它搅拌一下 下入生粉水之后可以看我们的汁水有多浓稠 看起来很丝滑 现在我们下入鸡蛋 边搅拌边下 这样子我们的蛋花看起来比较好 更好看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蛋花 还有我们的汤汁 现在我们的汤已经煮好了 出锅 看起来很粘稠很丝滑 现在我们下入香菜 然后再滴一点点香油 这样一道美味的西红柿豆腐汤就做好了 你们学会了吗